东方 在这个灾难期间当中 鬼神附体的很多 西方这些鬼神 他也透信息 多半在催眠 催眠当中 鬼神在这里起作用 这些鬼神也很顺忠生 越是有灾难 从各方面透的信息就非常多 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科学工具 高科技的媒体 所以 林梅退帝的信息 我们不很重视它 如果一旦大灾难发生 就像2012的那个电影所演的 整个科技文明毁掉了 电话没有了 手机也没有了 电视也没有了 二十里外的信息 你都不知道 这个时候 古人所讲的物数 他们通灾难 他们通灾的 这种信息会非常之多 这个里头 不一定都是善的 也有很多物鬼 物足剧 假冒佛菩萨 假冒神仙 来给你透信息 真有其次 这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一个很自然的现象 那就是心正的人 跟佛菩萨 跟佛菩萨 心邪的 跟魔鬼 感应 这是我们看 古往进来 中国外国 普遍的现象 真与真相应 邪与邪相应 所以 诚意 真心 重要啊 意要尘 心要正 邪外 邪门外道 他不会侵入你 实在讲 他对你也很尊重 你是真人君子 不会轻易 冒犯你 如果你心里也邪私 他就来勾引你 来引诱你 他是希望你 独我道啊 祝福菩萨了 是希望你 深净土啊 希望你成佛啊 那些魔王外道 他希望你 在六道轮回 希望你 跺山沃道 他诱导你 到那边去 那个诱惑的力量太大了 他很现实啊 云文立扬 摆在你面前 中国古人所讲的 高明后立 你能不动心吗 财色明事 睡 摆在那边去 你不动心 你心才能得起真 如果你动心 心就邪了 心就歪了 磨就进来了 感谢观看